前天凌晨 网传黄锦鱼的前妻王雨昕发文与世界告别疑似自杀了 昨天傍晚王雨昕的助理发文证实了王雨昕自杀一事 经过了一天一夜的抢救才脱离了生命危险 并且直接点名黄锦鱼 就是她团队洗脑粉丝不间断的辱骂 才导致了王雨昕抑郁症而且产生自杀的倾向的 你让你的前妻被人骂的一文不值 你觉得你心安吗 也就是说呀 长迈单身男友人设的黄锦鱼 红之前呢其实就是已婚身份 走红之后离婚了 还引导粉丝对前妻进行网络暴力 最终导致前妻自杀 黄锦鱼近几年的形象和发展都非常好 她本来是个模特儿 2016年因为出演同性网剧 上演横空出世一炮而红 之后迅速甩开了单美剧固有的印象 转型成硬汉形象 在2018年大爆电影《红海行动》当中 饰演祖击手顾顺强势刷脸 之后由她主演的网剧《劫爱》小爆了 还主演了主旋力缉毒题材剧《破冰行动》 吴刚、王静松、任达华等一众大咖给她做配卷 资源很好呀 所以现在突然被前妻爆出了引婚料 还暗示她在婚姻当中有不妥行为 黄锦鱼的粉丝立刻行动起来 他们甩出了两年前黄锦鱼工作室的回应 表示王雨昕根本就不是所谓的前妻 黄锦鱼只承认了她是和平分手的前女友 跑到王雨昕告别世界的微博之下讽刺她故意卖惨 黄锦鱼一有心系她就出来搞事炒作是不安好心 并且在今天助理证实了王雨昕差点去世的消息上热搜之后 到处抢占热屏吐槽 王雨昕要么就放实锤证明黄锦鱼是渣男 要么你就别神神叨叨的哗众取宠了 目前可以得知的是 这些洗白操作不仅仅是粉丝行为 豆瓣删帖微博将热搜 占据各处的高赞评论 这套引导舆论的手法很是熟悉呀 同一番复制粘贴的评论 还被错误的搬到了黄子涛吴亦凡的微博热搜里 真是尴尬呀 这一次请的公关呢 可能是利用了大家被林雨彤 周扬青养雕了吃瓜口味的心理 放锤才是真实的 没有锤你就是假话 不过谁告诉你们这件事情没有锤的 一关于结婚与前妻 王雨昕比黄锦鱼大六岁 中国传媒大学毕业是个画家 时任江苏严城油画院副院长及某杂志社的主编 从微博日常来看呢 是个优雅的白富美 黄锦鱼和王雨昕确实是关系匪浅的 被曝光过戴刚硬的结婚证 粉丝说黄锦鱼这张结婚照啊 是拿他在某活动上的照片PS而成的 但是依据我国法律 伪造刚硬是违法的 黄锦鱼和王雨昕也有许多的亲密合影 玩手照接吻照每一张都可以确定是黄锦鱼本人 王雨昕也有跟黄锦鱼家人的很多合影 明显是一家人的状态嘛 包括2016年黄锦鱼一夜爆红之后 去嘎那走红毯 王雨昕也有陪伴在他的身边的 所以着实没有必要跳脚否认他们的关系的 第二关于家暴 王雨昕的朋友爆料黄锦鱼对他家暴 黄锦鱼你把自己老婆打到吐血 还晒出了他的受伤罩脸部红肿 眼睛淤血看起来有点吓人啊 家暴事件发生在2018年的2月26号凌晨 王雨昕在微博发了自己胳膊的受伤罩 定位在北京 当天前线粉丝捕捉到 从北京出发去香港的黄锦鱼 明显脸和脖子上有被抓挠过的痕迹 对此黄锦鱼工作室解释说 他是练习巴西游术的时候 不小心受了点伤 但王雨昕方晒出了2月26号 在北京朝阳医院的诊断书 结果是头部外伤 脑外伤后综合症 软组织磋伤 证明自己确实是遭到家暴了 所以啊 两人因故动手 王雨昕挠了他几下 他作为巴西柔术的学院赛冠军 把人打成了那样吗 3.关于离婚与第三者 王雨昕曾经点名女演员张艺上 趁他不在家的时候 跑到了他和黄锦鱼的家里 张艺上1996年出生的 中戏表演系的学生 曾经在成龙电影《铁道飞虎》当中 饰演徐帆的女儿 也出演过《鬼吹灯枝》 《惊绝古城》 算是个新人吧 他跟黄锦鱼2018年合作电视剧 《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的番外片 饰演的是情侣 在拍摄花絮的时候 就被捕捉到了一些暧昧的痕迹 说说笑笑牵牵小手 王雨昕就是在他的微博里面 发现了貌似是自己家阳台的照片 从房间里面看看 张艺上背后的阳台门 室内灯 也都跟王雨昕家里的对上了 据王雨昕微博控诉 张艺上貌似还给他打过电话 凶狠骂人 按照这些爆料里的内容 抢别人老公 还跑别人家里去拍照 发上微博 甚至是打电话骂原配 真的是简直嚣张到了极点 更夸张的是 最初爆出了黄景瑜这些内幕的博主 还给出了这样的爆料 王雨昕对张艺上的怨念不可谓不浓烈 前天她发布告别世界的微博之后 还点赞了张艺上的照片 中午 王雨昕助理再发微博 表示就是因为张艺上 王雨昕跟黄景瑜才离了婚的 四 关于过去 黄景瑜的故事性 绝对不只限于以上的两位女性 在跟王雨昕认识之前 她还被曝光了一些 跟不同好姐姐们的亲密合影 跟姐姐们在同一个杯子里面 喝酒的酒局 甚至还有与好哥哥的大尺度照片 有大神用制图的软件 做了耳朵与鼻子的轮廓对比 证实了明确与本人高度相似 所以好弟弟是怎么认识 作为油画院副院长的前妻 一步步走到现在的这个位置的呢 很有意思啊 但是黄景瑜本人呢 应该还是不会受到什么影响的 粉丝知道她是什么人 但是依旧选择了无条件的相信和追随 顺便诅咒一下前妻早日必麦 被靠大树好成梁 说不定啊 以后她还会发展成一个证据小生呢 只是觉得啊 当下舆论环境对于这些前女友们 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她们出面垂了渣男 曝光她们的真实面目 希望不要有再多的女生被渣男欺骗 可是当吃瓜群众的热情浪潮退去之后 留下的只有死守原地的南方粉丝们 绿童被骂了三年 王雨昕被骂了两年 周扬青也正在被骂 她们本来已经承受了来自于渣男的伤害了 如今还要承受更多来自于脑残粉的伤害 王雨昕扛不住了抑郁自杀 下一个王雨昕呢 这种情况可真让人无语啊